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经济 我是这一集理财帮帮忙的主持人 经济日报数位内容总监徐木军 今天我们节目要聊聊的就是最近 很热门的这个台股 还有跟起货市场的一个现况 那因为现在就是台股现在 在一个高档的位置 那其实每天的这个交易震荡都还蛮大的 那我们今天希望就是说来探讨一下 投资人现在在这样子台股高涨震荡的一个趋势当中 我们在期货跟股票上面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什么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经济日报的这个新闻部采访中心 证券组的组长魏欣忠 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 欣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经济日报证券组组长魏欣忠 欣忠很高兴有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市场的现况 是 欣忠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其实台股的这个 因为之前我们台股有上2万4 然后后来又很快的时间之内 又一下子变发生股灾 掉到2万点以下 那这个其实大家都还蛮关心的 因为其实大家平常 因为之前涨多了嘛 其实大家对于那个涨还蛮习惯的 但是如果碰到这种大涨大跌 其实大家有点受不了 那像现在这个话题不断 那其实现在市场上 大家也知道说台股为什么会这样子 暴起暴跌 其实跟台积电还有AI 还有半导体跟这个相关的题材 都是非常有关联的 那今天我们就是想要来了解一下 除了台股之外 其实台股我相信你每天都在讲 所以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比较专业的是 期货市场 那不晓得你对于期货市场目前的现况 还有它整个交易热度 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 是其实要讲期货之前 还是要先讲一下现货 因为毕竟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那台股市场呢 从7月11号攀登到24,416点历史新高以后 那之后随着各项的这个国际利空变因的浮现 包括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 台湾应该要缴保护费的问题 另外还有像挥达AI 这个出货地盐的问题 那美国经济恐慌造成恐将衰退的这个问题 还有日元套利交易平仓的问题 以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的问题等等 那冲击了这个全球的这个股市 当然也包括台股 这短线大跌超过4000点 那从最高到最低 跌幅将近差不多有19.5% 几乎已经到了 就是高点拉回来两层 就是进入空投的这个临界点 虽然说近期台股跌深反弹 但是成交量却逆势下滑 呈现这个价涨量缩的格局 那同期间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期货市场的表现 其实也跟现货市场是大同小异的 那统计台子期 这是这个攀高的位置 它是比现货市场慢了一天 现货市场是大概7月11号 那期货市场是7月12号 那历史新高呢 是24,449点 那也比这个现货市场要稍微略高 那拉回到的低点是8月6号盘中 18,836 那也比现货市场要更低 一直到这个点位才止跌转弹 那期间呢 短短16个交易日 这个台子期最大的跌点 高达5,613点 也比现货市场的4,000多点要来得多 那跌幅是23 那也高过这个 现货市场的19.5% 那特别是8月5号 单日重挫了2,152点 这也是创下了台湾期货史上 单日最大跌点的一个记录 跟现货市场一样 那这个 这样说近期呢 台子期短线呢 也走出这个跌升反弹的一个格局啊 不过成交量呢 这个口数 也是逆势的下滑 呈现这个价涨量收的一个格局 比如说像这个13号 台子期 这个日盘的成交口数 就萎缩6万8千多口 几乎是近三个月来的一个低量 是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期货市场 看起来那个 其实台股现货它怎么样子变动 期货市场有时候还变动得更大 更剧烈 那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 其实 但是其实我们要关注的 那个题材跟点 其实是差不多的 譬如说 其实最近涨很多 也可能是因为台积电 跌很多 也可能是因为台积电 或是美国科技股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呃 在期货市场里面 我们本身也有这个 半导体的期货家族 包括半导体30期货 还有美国费身半导体 那还有个股纳入这个夜盘 等大小台积电期货 所以等于是说 其实半导体很热 在期货上面 我们也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商品 那这对投资人来讲 不管是多啊空啊 是不是我们如果是可以深入了解到 呃半导体相关的期货 会对我们比较有利一点 那当然是 呃因为毕竟哦 再怎么说 这个台湾的科技业 都是引领全球啦 那特别是先进的 这个金元代工 尤其是这个先进的代工技术 更是避逆全世界 那半导体的一个产业发展呢 长期来说呢 也是呈现一个成长的态势 因此奇交所推出这个半导体 期货家族的这些产品哦 就深受投资人重视哦 包括半导体30期货 美国费城半导体期货 哦还有大小台积电期货 哦那这些呢 都是跟半导体哦 直接相关哦 那当这个 不论是半导体也好 或者说台积电个股也好 哦当它在影响整个行情的时候 其实投资人都可以透过这些商品呢 哦来参与这个整个 不论是波段的涨势 或者是作为避险之用 比如说在这个 呃半导体30期货这个商品方面 那为了满足交易人 对半导体类股的这个 相关商品市场避险的需求呢 那奇交所在这个2022年的6月27号 正式的推出这个半导体30期货 那这个交易的标的呢 是台湾指数公司 台湾全市场半导体精选30指数 那成分股呢 是上市贵 这个半导体类股市值前30大的 这个这个股票 包括比较知名的像台积电啊 联巴科啊 日月光头控啊 环球晶等等啊 都含瓜在其中 这几乎是这个台湾半导体 供应链 上中下游龙头股的一个代表 那可以提供这个交易人 有效参与台湾半导体类股 交易还有精确避险的一个管道 而且这项商品呢 也有夜盘交易 就是当国际的这个局势 发生了一些突发性状况的时候 更是有利交易人 因应包括像这个台积电ADR等 国际市场行情变化 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那在这个美国费城半导体 期货商品这个部分呢 那其交所在推出这个台湾半导体 30期货之后呢 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 12月18号 也再度推出了美国费城半导体期货 用来协助交易人在不确定性中呢 能够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 那美国费城半导体期货呢 是以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 作为一个标的 这个指数呢 是衡量美国半导体股票走势 还有反映全球这个半导体行业景气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日夜盘都可以交易 而且这个可以搭配包括这个道琼期货啊 标普500期货或者NASDA100等美股期货 执行这个策略交易 以便随时因应市场行情的一个变化 那因为半导体产业呢 具备高度的这个景气循环的特性啊 而且半导体厂啊 这个投资啊 一直到这个量产啊 通常都需要两到四年的时间 那产业供需的变化大 因此投资人在面临啊 随便举例啊 就是在应用场景方面啊 比如说这个 呃 辉达等科技大厂要公布财报了啊 或者AI以及这个相关新的应用 或新的技术等重大这个科技产业啊 发展事件啊 另外当然就是像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啊 这个也就是总经变 出现变化的时候 都可以善用美国费城半导体期货 来进行多空的操作 是 所以你看呃 刚刚新中提到的这些呃 期货的商品啊 其实就是也是针对 我们目前最流行啊 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些产业啊 等于是企销所这边也都会有一些 相关的产品去对应到像是美股啊台股的部分啊 所以对投资人来讲是相当方便去利用的一个工具啊 那其实我们今年股市一直走到现在齁 其实今年我觉得最大两大两大主轴就是一个就是 大家就是在讲看科技跟半导体 那另外一个主轴就是ETF 那其实ETF一般人现在我觉得 因为ETF它投资比较简单 所以在那个通常大家买ETF的时候 其实是相对的 我觉得人数上面啊或者是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不像是 其实已经发展20年了 是啊 感觉好像是走今年 从去年今年来 整个大爆发 比较大爆发 那我想就是在期货上面 那大家也会很关注 ETF的这个相关的期货商品 还有还有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其他热门的商品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些商品有什么特点 是的 那个就像刚刚孟君你提到的 就是ETF商品 这个在过去这几年 整个台湾市场就是非常的蓬勃发展 这当然跟这个台湾的投资习惯 还有台湾的人口结构转变是有关系的 那随着台湾ETF市场规模日渐成长 几乎要成为这个退休族 还有存股族 必备的这个投资产品 那期交所呢也是与时俱进 在早在2014年 这个10月份就已经推出了 ETF期货的相关商品 那目前市场上呢 也已经具备多档ETF期货 相关热门的 比如说像元大台湾50 元大高股息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等等这些都有相关的ETF期货商品 那统计了一下 这些在台湾 这个个股期货一共283档里面 ETF期货大概有19档 这个占比大概是6.7% 那再回到说近期的这个市场交易状况来看 那因为美国联准会 将要在9月启动这个降息循环 因此这个除了长天期的这个债券 债总 ETF 都成为这是近来投资人积极追捧的焦点以外 事实上期货市场里面呢 也同样反映这个现况 比如说以13日 这个期货市场的交易状况来看 这19档ETF期货里面呢 以元大美债20年ETF期货 这个成交量最为活络 这个交易口数大概有1386口 那其他像元大台湾50ETF期货 那也因为投资人预期台股将持续 这个反弹行情 因此成交量呢也有1198口 那成为昨天市场上 两档最热门的ETF期货商品 那至于讲到商品特性 那当然会有不同的商品 当然都会有不同的商品特性 比如说以ETF期货来说好了 因为ETF期货 由于具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 而且可以搭配现货ETF ETF认购或者认售权证 或其他相关的衍生性商品 形成不同的交易策略 多空交易或者避险都可以 都也叫现股或者现货ETF更灵活 而且交易的时间也比较长 因为期货市场一天交易 当然如果含夜盘一天是19个小时 因此已经成为投资人 甚至像法人尤其是投信 券商重要的一个交易工具 那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ETF其实现在在企交所的商品里面 也越来越多 那其实很多投资人也在观察 这个新的一个商品的趋势 那不晓得就是说我们 其实投资人他也是需要留意一些风险 像期货ETF他的风险上面 你觉得我们应该是要 去留意哪一些该注意的事情 一般来说其实ETF期货 投资人需要留意的风险 大概有三种 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市场上下波动 这个行情判断错误的一个风险 比如说当你预期这个行情 可能要走洋 所以你可能是偏多操作 可是事实上这个行情却是下跌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这个判断错误 而造成的这个亏损 产生的这种风险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折亿价的风险 那ETF期货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所以常常会出现高于 市价高于净值的这种溢价状况 过高的溢价代表投资人买贵了 因此当溢价收敛的时候 投资人也会产生亏损 那第三个是转仓成本 那转仓又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每一个月换仓的交易税 跟手续费 比如说像某些商品或者说你要长期持有 你每个月都必须要不断的转仓 转仓转仓 那这个交易的摩擦成本 其实累积下来也等于说 是间接的侵蚀了你的获利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不同月份之间 这个远近月 这个价格波动 所产生的一个 一个一个价差 所产生的这个转仓成本 那这个两个成本 都是投资人需要关注的 是好 那其实我们齐交所在这个 这些新的商品 每年我印象中我自己以前也跑过齐交所 那其实每年齐交所都非常非常努力的 推出很多新的商品 就是希望给市场上有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像最近也是推出了很多新的商品 那像这些商品 产品推出之后 呃 心中你看他们就是 你有发现到什么新的趋势吗 或者是说 呃 现在市场上 有没有因为就是这些新的商品有一些什么改变呢 是 那像莫君刚刚提到的齐交所其实是非常努力的 不断的推出各种新的商品 以符合市场 各种不同交易类型的需要 那以这个近期来说齐交所就推出了这个微型台子企业 就是所谓的微台 另外还有这个小型ETF期货等等的这些商品 那微型台子企业期货交易的标的呢 是台湾加权指数 这个契约的乘数大概是每点10块钱 是小台的五分之一 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就是说对投资人来说 你的交易的这个本金就相对的需要的比较少 那微型这个契约规模的设计呢 主要是方便这个投资人能够灵活因应市场 这个变化或者说分批进场 或者说是进行加码减码这个提高交易的弹性 那另外呢这个小型ETF期货方面呢 那齐交所也考量现行ETF期货标的 这个是1万受益权单位 就是大概是10张ETF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契约层数是比较大 对于很多这种比如说期货小散户可能是比较不友善的 而且部分ETF期货的规模也逐渐变大 这个对于一般交易人的这个参与都有一些限制 所以因此同样那齐家所也也加挂了这个契约是只有1000 受益单位的也就是差不多是一张ETF现货的这个小型ETF期货 那挂牌的商品呢当然包括小型元大台湾50 ETF期货 还有小型元大高股息ETF期货 那因为微型这个台子期货就是所谓的微台 还有小型ETF期货等新商品的推出 使得这个投资人交易是具有这个更弹性的更便利的一个特性 那也逐渐成为这个市场 这个期货投资散户的逐渐偏好的一个重要商品 为什么他们都希望就是推微型跟小型 是这个其实就跟权政的道理一样 你想想看当年只有现货 那现货随便举例你一张股票你可能都要拿出几万块来 那可是并不是每个人说不是每个投资人都有这个实力 好像说一次就拿出几万块来买股票 所以后来开始慢慢的有权政 当然权政他有他很多好处 然后比如说一方面他分拆的那个金额比较小 可能几千块你就可以买 然后参与现股的一个涨升行情 二方面他交易杠杆大 同样的道理其实跟这个微型商品小型商品 其实一模一样 就是交易所他推出这些比较小型甚至微型的商品 就是为了因应很多也许是财力不佳 或者说财力没那么雄厚的 但是又喜欢投资交易的这些投资人来给他们使用的 是那因为一般我们认知当中台股现货跟期货 我们觉得期货比较难 对那然后台股我们就是我们买卖都比较方便 比较觉得容易 那你觉得说就台股跟期货来讲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适合选择期货来做交易 应该通常也是觉得说会获利比较不错 才会想要投入吗 当然当然 否则没有人是进去赔钱的 当然当然 因为其实一般人对这个期货会比较 就是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 期货这个好像洪水猛兽 容易不小心操作就倾家荡产 其实对其实根本不需要有这种想法 你只要做好风险控管就好了 任何商品其实他都可以他都会让人赔钱 只是赔大赔小当然高杠杆这伴随的高风险 也就是高利润高风险本来就是负稀 或稀福所至福稀或所依 本来就是福货相依的事情 所以换句话说你在投资期货的时候 当然就是因为期货也可以多空双向 当然就是说当你对于未来的行情 就是说预判有一定的把握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你觉得说 比如说以最近的这个台股来说好了 最近可能在走一个这个反弹坡 那你觉得说这个反弹呢 看起来应该一时半刻不会结束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大台或者小台 就是介入进场去布局嘛 那比你买这个 当然我们以现货市场来说 对应指数的一般来说都是以0050 那个元大台湾50作为代表 那杠杆倍数不一样 同样的涨幅 当然期货市场赚更多 所以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期货市场要赚更多 大家才会有机会想要去了解这些商品 那其实现在期货的商品很多 其实我们今天心中他只是 就是带了一部分来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在 在投资这个期货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认真的去 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些标的去投资 那尤其是现在我们 趋势上面很多告诉你台积电AI半导体 然后甚至ETF 其实都是可以介入的一些商品 那究竟是要怎么样子去 去了解他 那就是很欢迎就是我们投资人多多 上奇交所的网站 然后或者是说看经济日报相关的文章 我们都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提供给大家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人 投资一定有风险 那投资前一定要审慎评估 那今天我们很谢谢心中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 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如果有任何想听的题目 或是对本集节目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来信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